第20題 俊偉利用天平側的金銀銅鐵四個金屬球的質量 並且查表獲知各物質的密度整理如下表 請回答第20題 在用途中有關質量和體積的斜值線共四條甲道釘 請根據表格中所給的密度或質量的線索 判斷下列哪一組對應選項完全正確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的圖形是一個體積跟質量的關係圖 那麼我們老師說過圖形比大小就直切一刀或橫切一刀 我們直切一刀發現我們體積是一樣的 那麼對應過來甲的質量最大 釘的質量是最小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低等於一分之m 所以呢如果我們的體積如果是一樣的話 質量如果越大的 它的密度呢就會越大 所以我們就知道 甲的質量 甲的密度是最大的 釘的密度是最小的 然後回來看到我們前面的表格裡面發現 甲金銀銅鐵 正好就是 從密度最大到密度最小 所以他們正的配合就是甲乙丙丁 那麼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答案呢應該選的就是A 所以呢我們題目 第二次題問我們說 判斷下列哪一組對應選項完全正確 我們答案呢選的是A 甲是金 乙是銀 丙是銅 丁是鐵 正好就是甲乙丙丁 金銀銅鐵 就是我們第二次題的答案 我們開始如果說 半 半 半 感谢观看